不能不知道來關心 英國一項研究發現 經常摸土壤 可以活化腦細胞 還能穩定情緒 因為在泥土當中 含有一種抑菌 配精油接觸吸收 刺激大腦分泌神經傳導物質 血清素啟動免疫系統 抗憂鬱 而國內醫師也佔同這樣的說法 還說平時除了接觸泥土之外 種植花草也可以帶來正面效果 小朋友手腳並用玩泥巴 貼近大自然 有家長擔心 孩子弄得全身髒兮兮 不過英國一項研究指出 玩泥土竟然能活化大腦 土壤裡面含有一些菌 它可以刺激血清素的分泌增加 就可以幫助改善憂鬱焦慮 英國腫瘤學家發現 泥土中含有一種 名叫屁牛分支感菌的細菌 常常觸摸泥土 就會被人體吸收 可以活化腦細胞改善情緒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神經學家研究 指出因為這種感菌 能刺激大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 血清素分泌 不但能啟動免疫系統 還能對抗憂鬱焦慮等負面情緒 這項研究國內精神科醫師也贊同 更說不只摸泥土 平常種花草玩原液 對情緒也有正面幫助 你去年花惹草的時候 當你眼睛看到很漂亮的花 這種所謂香味 我相信都會給我們的 所謂的情緒帶來震燃量 穩定情緒方法白白種 除了補充香蕉堅果牛奶等刺激血清素分泌食物 現在摸土也成了另類疏押選項 記者將相遇林一席台北採訪報導